欣欣 天下第一菜是什么菜 猪狂名菜数不胜数 但八大菜系的苏菜里还真有一道天下第一菜 哎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家乾隆爷该扣张的 但苏菜出名的时代可比乾隆时期早多了 江苏身为鱼女之乡 早在两千多年前 这里的人就特别会做鱼 像什么洋芳藏鱼 华夷贡鱼 泉鱼酒 都是先情问贤就记载的了 南北朝的时候 苏菜已经相当成熟 后来随唐大运河开通 饮食业更是繁荣 南宋时期分出了南时北时 而苏菜就是南时的一大台柱 明清的苏菜更是连着运河和长江发展到全国 清代清美丽超中一共集了十个美食名城 有一半都在江苏呢 看来不仅是城市 江苏连美食都是散装的 江苏人内部口味差这么多吗 当然啦 一条淮河就把江苏分成了南方和北方 再来到长江切一切 南部又被分出两块 从民俗文化来看 苏北、苏中、苏南 简直就是三个世界的人 吃的当然也很不一样 其中最最最最有分量的 就要数这四大菜式里 都能排在十号的淮阳菜 淮阳菜以扬州、淮安为代表 是苏中的家乡菜 中国一共有五个世界美食之都 上期讲到的成都是第一个 而在2019年江苏扬州入选 2021年江苏淮安又入选 五个里面淮阳菜就占了两个 但最有分量的还得说到1949年10月1日的那天晚上 淮阳菜直接当到了国宴的主角 被称为新中国的开国第一宴 但淮阳菜成为国宴可不只是现代的事 从夏朝大宇开始到明清时代 淮阳的怀鱼贡鱼总一直是贡品了 年代朱阳璋也特别喜欢淮阳菜 专门为洋厨做宫田厨师 能这么说皇家欢迎 主要还是因为淮阳菜的口味比较适口 咸甜适中 能同时满足夏里巴仁对洋春白雪的胃口 而且花样菜擅长造型 瓜果雕刻栩栩如生 刀工相当了得 一块两年以后的方干 能拼成30片的宝片 纹丝豆腐更是要将一块小小的嫩豆腐 切成5000根豆腐丝 这刀工能入宫廷也是不奇怪了 乾隆皇帝六夏江南 特别爱把洋桌作为落脚点 什么洋桌炒饭 洋桌狮子头 洋桌盐水鹅 洋桌包子 都是他经典过的美食 不过乾隆这个大吃货可不止满足于一个地方 当年他路过徐州的时候 就刺民过一道天下第一根 传说这道根是4000年前的彭祖创制的 彭祖可是中国烹饪史上第一位职业厨师 被尊为厨好了祖师爷 据说彭祖就是用一碗野鸡汤制好了咬地的厌食症 才被封到大棚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他还有一道菜被语为中国传统古典菜中的第一名菜 阳峰藏鱼 鱼本是仙中之最 他要把鱼和羊一起煮 没有最咸只有更咸 所以这个仙子就是这么来的 而继承了他的手艺在徐州至连渊港一带发展的菜系 就是苏菜中的徐海菜 因为这一块刚进山东 所以它跟卤菜的孔府菜味道很像 也是以仙剑为主 五味兼许 比较有楚汉风味 这么看来 苏北的徐海菜 会比苏州的淮阳菜成口多了 那苏南人爱吃什么呢 本来呢 是南方人爱吃咸 北方人爱吃甜 自从南宋朝廷南渡杭州后 大批中央士大夫南下 也带来了中央的口味 苏州无锡带的苏西菜就特别偏甜 连一些鲁味焦头也是甜咸的 乾隆帝也好这一口 没错 又是乾隆 他南巡到苏州得月楼时 尝尝江南美味后赞不绝口 这一高兴又开始赐名了 口称苏州为天下第一师傅 有次他微服私房到无锡一家饭店时 因为干锅饭店 饭菜都卖完了 店家便急忙用滚烫的虾仁鸡汤 在刚炸好的锅巴上这么一焦 顿是一只嘶啦嘶啦的响声 还冒着白鹰 乾隆吃的那叫一个香啊 丹吉春探道 此菜可为天下第一菜啊 于是这个称号就此诞生 除了菜肴 说出小吃也不错 是四大小吃里品种最多的一个 让威廉四大小吃之首的金人小吃 也许更值得一提 自六朝至今已流传千年 小吃品种有一百多个 有荤有酥有甜有咸 手工精细 神热烤酒 清淮河夫子庙 湖南路 新街口 朝天宫 南京的小吃间可真的太多了 吃遍了扬州 徐州 苏州 无锡的乾隆 到了南京 当然也不能忘了盖章 南京六河区有个龙庞制 相传 乾隆对这里的蟹黄汤包特别钟情 小民们便称这包子为乾隆汤包 现在更是成为了南京龙袍的文化名片 但说到南京美食 最不能忘提的 就是鸭子 南京人简直是鸭成魔 据统计 他们一年要吃到一亿吃一伤的鸭子 除了不能吃的鸭毛 几乎鸭子的任何部位都能被当做食材 像什么鸭血粉丝汤 桂花鸭腿 南京咸水鸭 南京烤鸭 南京酱鸭 南京板鸭 南京卤鸭鸭鸭油烧饼 怪不得俗华说 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出南京城呢 好了 我决定一口的外卖就叫鸭子了 卤菜 川菜 酥菜的怀仰菜 传统四代菜系 就剩一个没叫了 菜菜是什么 文化就是宝藏 知识就是力量 今天的笔记送上 点赞观众 和我一起成为再读中华家 好业 又学到了